泡轰台湾的数字化推行不利 台北市长柯文哲又开抢 炮口对准民进党当局的 所谓振兴三倍券 为消费先唱衰 柯文哲6号出席台北市政府经济转型论坛 蒙找所谓振兴三倍券的弱点 刚好这也是陈其迈担任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时参与的政策 外界因此质疑 柯文哲的目的是剑指高雄市长补选 在此之前身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已经翻出15年前 陈其迈代理高雄市长时 发生的泰国劳工暴动事件 质问陈其迈改了吗 最多只是描述一个事实 我们也没有加什么评论 所以不 没钱 就很坚定 只是有媒体认为 柯文哲这样很不好 是在打负面选举的乌贼战 要台湾民众党回归政策对决 不要连格调都输了 对此柯文哲回击 他不认为这是负面选战 柯文哲卯足全力 直彩绿营痛楚 想争取声量 但也有负面评价 要不议议